获得经济部乐活名摊 世心认证的重庆市场 慈上阿俊放山鸡的业者陈邦俊 18号捐助了100包自家生产的百米 给花莲施工所 希望透过施工所的社福资源整合平台 转赠给有需要的家庭 市长为家前代表接受 并且颁发了感谢状 也期望有更多的民间力量 结合公务部门的资源 来关切社会的弱势 获得经济部乐活名摊 四星认证的重庆市场 慈上阿俊放山鸡业者陈邦俊 18日捐助100包自家生产的百米 给花莲施工所 希望透过施工所 社福资源整合平台 转赠给有需要的家庭 而施工所目前也正筹办 农历年节前的爱心礼券发放作业 市长为家前感谢陈邦俊夫妻两人的爱心 并表示这批物资将会转赠给 弱势民众及家庭 我因为就是我们有这个基础 就是可以帮助更多人 对对对 我们跟同乡是每个月 我们都有缺鸡肉送给 那个小朋友吃 对对对 这米是从哪里来的 池上 我们自己自己的 对对对 我妈妈自己种的 去年捐给花莲施工所 一批的一个非常新鲜的米 然后我们送给我们弱势的家庭 还有关怀户每一个收到的都非常感谢跟感恩 那今年后也要特别的谢谢 阿俊放散机的老板老板娘 特别今天还再次捐赠了100包的白米 那也是让我们能够再继续关怀 我们需要关怀的做事家庭 那其实也要特别谢谢老板的用心 不论在我们市场上面的一个新级摊位 都非常用心的得到经济部中部办公室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评价 那也得到了我们花莲施工所 还有市民的认同 对于他们的用心经营 然后也得到很好的一个业绩 然后在有业绩的情况之下 也不忘回馈社会 那我们再次非常感谢 那这一次的米又是送我们花东 非常棒的一个池上米 而且是阿嬷的米 那我们希望说有更多的人 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好的在地摊商 好的在地小农 陈芳俊表示 这批阿嬷米来自于他的母亲 在台东池上种植的稻米 由于花莲是他们第二个家 因此希望透过施工所的管道 转达他们对花莲回馈的心意 花莲施工所设立的社福资源整合平台 将有效率地将各界捐赠的爱心物资 在最短时间内送给需要协助的家庭 提供最失窃的帮助 记得讲方言花莲施报道